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现在坐标是张家口市康宝县 这叫沃隆土景区啊 这个景区平常大 据说占地3000多亩地啊 这灯还开着 昨晚还开 这夜间这灯 还来了几两方车 他们停的那个宾馆后边了 然后今天车那陆续就都来了 咱们活动是到25号正式开始 然后它是NCC那个车王争霸赛 还有一个那个 关了灯 这灯关开一晚 这灯挺省电的 那个 然后这是赛车场 那块那块有点逆光啊 那是赛车场 NCC车王争霸赛 康宝宝站 然后呢这块是舞台 这是音乐节的舞台 然后这块是露营区域 进了大门口在那 你进了大门口就 进了大门口就左转啊 就进了大门口就左转 然后今天做指示牌呢 因为我那个提前来看看环境 什么样 别到时候我原来订话是23号 或者24号 带大家一起过来 后来一看 我说提前过来吧 别到这一看 啥也不是呢 你没法整了 那个里面大了 这停几百台车 然后那个取水呢 水管拉不到营地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有个洗手池 在那加上水再进来 在这活动就是三天吧 这个 它是25号开始 25 26 27 28 三四天 那个 这也没啥可以强调的 大家来了 都参加这么多次活动了 就是注意卫生 然后呢 它有个叫百扬宴 那个都是 对咱们这个会员 都是免费的 但是前提 你也别抱着太好 一人一个羊腿 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烤羊烤的不赖 昨天晚上我们 是吃了一顿 烤的非常好 里头能住宿 吃饭都可以 它这是一个 大的一个景区 那块有两个字 叫玩吧 玩吧 那个吧 是吧上的吧 挺有意思 然后这块是 露营区域 可以在里面吃饭 反正你要没参加过 这种活动呢 看看越野车比赛也不错 都是这都是这个场地赛 越野车场地赛 这都是国内顶级的车手了 国内一些顶级的车手 它每年要打够多少站 才能平出全年的冠亚军来 所以说呢 它的每站都要打 然后那儿骑马的 玩的东西我还没了解 因为我昨天来了 待着待了一天也没出去 然后咱们这次防车的活动啊 由那个国能中原 就贵阳国能中原北京的这个他们分公司 给做这个后勤保障 就是电路的吧 他们反正其他的也能弄 但是不会不是特别专业 但是他们电视车就特别专业 给那个他们来给做这个 以后咱们这种大型活动 咱们都邀请一些厂家 给做一个后勤保障 这样呢 你得有什么问题 在这当时就解决了 因为车一来那么多车 有出问题的 直接就给你解决 然后这是一辆 这是一辆从昨天从西雷哈特过来的 小雨滴啊 昨天下了一天雨 下了半天雨啊 雨挺大的 然后那个还强调一个事啊 从那个 如果你从多轮来 去西雷哈特方向来 一定不要走105国道 就是从那个叫泰布斯旗这边过来 白旗这边过来 要走105国道 105国道在修路呢 那不然你走峰 你要是从那个方向来 你就走高速吧 走高速比较方便 我是那天拉着拖挂走那的 那修路呢 哎呀 那个路 最后都快把我走峰了 就是在康熙一马一站总部过来 不要导航走那个105省道啊 105手道太难走了 再修路 我在那逛走了半天才 哎呦 这小车挺好啊 剩四只的 这是前去 这是去年的 那个那个那个 南达木大会的汇标 车轮上的 今年 哎 今年是这个 今年是这个 南达木的 这待着肯定舒服 这个海拔一千四 早晚也特别凉床 然后来的时候 带点厚衣服啊 你一定要穿厚衣服 我看那现在穿的抓绒 现在早晚都比较冷了 夜里就是十一二度 白天中午也达到那个 二十八九度 然后这是这是二三年的 刚才那是二二年的 南达木大会的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了 该来的带着孩子 带着媳妇就来吧 这也是一次超级的露营大会 这个来的人车都不少 然后在活动期间 咱们房车的水电停车 全部免费 当然大家也不是奔着免费来的 主要是到这 看一看这个NCC的这个比赛 比赛非常好 场地赛 这场地赛都是国内顶级的车手了 其他其他其他的就没有了 然后在这结束了 我带着大家 一个有可能是直接回 就是没去过那个塞哈马的乌兰布桶的 去那边 然后我有可能停一下 到总部停一下 然后去西林浩特 带着大家去西林浩特 东吴旗里面转一转 咱们草原营地游还继续 因为旺劲过了 咱们就可以组车队了 到了27号旺劲就算过了 就可以组建车队了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白白了 白白了啊 白白了 无论风里雨里 我在康宝等你 来吧 在康宝等你